各位电脑前面的玩家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10月19号星期五 例行在第19场游 游衣钢铁人队上要月派阳神 最近天气有点赚凉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加一点衣服呢 我是今天的主播谢一彤 大家晚安 大家晚上好 在我身边的呢 听说最近是各大节目的当红的常客 我们的偶像赛评 Sobay张轩奇 哈喽Sobay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 我是SobayRush 因为其实我就是一不小心就上 其实只有两个 一不小心就上了两个节目是不是 一不小心这句话 不知道刺伤多少人的心 你知道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们还有另外一位相当具有分量的赛评 你知道应该是谁吗 是我当然知道 这边应该不会出现他突然踢上他的画面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这边 还在这边我们转播我们慈善杯 每一个相当有意义的活动 第一名对我的奖金会全数捐出来做公益 不过我要讲的是 他其实就说 都没有人邀请我去参加节目 所以像你这样说 一不小心就参加两个节目 我相信会给很多人带来心理上的伤害 不过呢在这边 我们话先不要说 话先不多说 我相信从就是电竞六年这样一直打下来 有很多观众朋友有一些疑问就说 诶 师哥 说好的外籍选手呢 对 其实聊到外籍选手这边的话 我最近其实有听到一个消息 有队伍在四处消息说 可能他即将在下下下个礼拜 可能会爱买 但是这个其实是还在就是还不确定的 下下下个礼拜 对 就是最开始下下 他有提出啦 但是这一块的话其实 因为他也是跟我们讲说还不确定 是 对 所以他只是说他们已经就是已经在准备要安排 那可不可以偷偷透露给我们知道 我相信观众朋友很多好奇心 很想知道外籍选手是哪一集呢 厉不厉害 其实目前我知道 大家其实比较偏向找的是以韩国以及大陆为止 哦 是 因为离我们这边是比较近的 是的 对 好的那好吧 我们知道天津不可泄露哦 所以就暂时还是保留这个小秘密 到时候才会有惊喜 那我们赶快看一下四队的战绩表 首先让我们看到 第一名目前是华语斯巴的八胜三败 胜率是72%也是相当的高 居志雄第二名五胜三败胜率62%还保持在五成以上 邀约太阳神以及游易钢铁人 就是今天的两支比赛队伍呢 是在位居第三名以及第四名 分别是三色七败 胜率30%以及两胜五败 胜率28%哦 所以后面两名的队伍胜率都不过偏低 低了非常 没有非常低了许多 所以希望他们今天能打出好的成绩 马上我们来看到两队的选手以及教练 好让我们看到的是游易钢铁人的曼娜教练 曼娜教练换了新眼睛 看起来年轻帅气了许多 不过看起来比较冷酷一点哦 不知道选手们有没有感受他那寒冷的视线 好赶快看到游易钢铁人的第一位选手就是 伊尔 虫竹的玩家两胜八败 对上人类的胜率是50% 对皮目前没有记录 对上虫竹的胜率12% 对虫竹目前是最弱 今天是KOF的赛制哦 刚好你知道耀岳的第一棒就是虫竹 非常的就是伊尔要小心哦 因为他对虫竹的胜率有点低 我们赶快看一下游易钢铁人的第二位选手 紧接着看到游易钢铁人第二位选手就是 传说中的啾酒热爱虫童的啾酒 虫竹的玩家七胜三败 对人类的胜率是100% 对神族的胜率是100% 对虫竹的胜率是57% 所以也是一个对内战比较不拿手的选手 不过他这季其实表现相当相当不错 是的 尤其是他的虫竹令人惊艳 我都想帮那个虫竹改名叫揪洞了 对目前联盟里面其实真的算是 虫竹里面的战术大师应该就是啾酒啦 是的 对但基本功希望再加强哦 不要再偷笑了 哈哈哈 基本功希望再加强 有听到教会了哦 有好要好好努力哦 马上看到游易钢铁人的第三位选手 传说中的梦幻泡泡灰 好 对上人类的胜率是66% 对上神族的胜率是33% 对上虫族的胜率是50% 灰这一季的表现好像不像之前这么亮眼哦 对 不过其实灰的实力一直都是 常常会发生一些就是 诶 突然间就连败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但其实我觉得他最近的比赛 在尤其是在跟SANDA的比赛之后 其实我觉得他的状况是有 是有比较回复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有渐入加薪的感觉哦 所以充满戏剧性的男子 你要好好地加油 把状态恢复到巅峰哦 好 马上就要看到的就是 耀岳太阳神的选手以及教练了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 耀岳太阳神的教练 POWER吴逢达教练 教练最近越来越清瘦 是被选手气的吗 感觉压力有大 对 感觉压力有大 脸都凹下去了 那苏菲老师要不要考虑当一下太阳神的教练 也会亲瘦许多 我亲瘦许多是蛮希望的 好 马上我们看到太阳神的选手 第一位选手就是白 蔡俊白选手 重足的玩家一胜七百 对上人类的胜率是零 对上神座的胜率是25% 对上重足的胜率是零 所以蔡俊白加油 把眼睛张开来 张大 好 加油 好 赶快看到太阳神的下一位选手 太阳神的第二位选手是 AK李哲伟 重足的玩家三胜五败 对上人类的是没有记录 对上神族的胜率是百分之百 对上重足的胜率是百分之十六 所以三胜都是对上神族 我发现联盟的重足普遍胜率都低 重打重胜率都低 因为他们都会遇到弗赖和神 对 如果胜率就被拉低 原来如此 我在想说刚刚怎么为什么 每个重足选手的内战都如此的艰辛 这个数据不是很好看 原来都是遇到了Fly跟San AK要好好加油 而且AK有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 他希望就是 好 不能说当我们的小秘密好了 马上看到第三位太阳神的选手 输了他等会输就讲 输了就讲 输了就讲 第三位选手就是 阿吉大哲又香 果然有像 可以摆一下这个姿势吗 哇 怎么可以这么像 怎么可以这么像 这是你姐姐还是你妹妹 还是你男扮女装 可以 阿吉不好意思 他没办法帮我们摆出这个爱心的姿势 来 人热的玩家一胜四败 对上神主的胜率百分之五十 对上T以及D都是零 所以阿吉你要加油哦 如果你没有赢的话 下一次录影我们会准备 大哲又香的衣服给你穿 有听到完蛋了 他现在压力巨大 对 压力酸大哦 好 马上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第一回合的比赛 今天第一回合的比赛 是在TESL的安皮卡船场 是由伊尔对上白 对 12%胜率对0%胜率 对 12%胜率对0%胜率的战争 比赛还有一滴滴 对 诶 我记得我们好坏老师也是重足的玩家 对不对 对 所以 我怎么看到蹦 诶 这个 这应该是错 应该其实这白齁 白齁 是白 对 是白 LL要改成I啦 差一点点 对 是BAI 对 大小 没关系啦 大家可能有点转软球 因为软球也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 对 其实可以聊 因为其实软球上礼拜是连出的三阵子 不过他说这礼拜今天没上场 我知道原因是因为听说他发烧 重感 对 因为开场的时候我就会讲 我觉得最近天气比较多变化 对 大家真的要小心多加F 就是早上大家上班上课上学的时候 可能就是觉得天气还好 但是晚上现在真的天气有点凉 不知道海外哥出门有没有多天衣啊 对 我最近还 因为我这两天还批围巾 这两天 然后我在路上骑车都想说 奇怪怎么感觉我会是神经病这样 我批的围巾别人都还好这样子 可是我明明就觉得还蛮冷的 所以身体有点虚弱的象征 对 身体真的要保重好 因为像其实白本身 他也是他最近食物中毒 就不要看他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变瘦 对 但其实他真的是有食物中毒 刚刚他也说他最近都在上吐下血重 刚刚就是那我建议白千万不要随便吃别人给你的食物 你知道尤其是比赛这种场合一定要小心 对 好啦 那我们请好坏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关于安皮卡船长这两个一滴还有一滴滴的选手 你觉得这样子的滴滴内战呢 在安皮卡船长有可能会发生些什么样的情况 对 其实虫打虫 虽然说安皮卡船长这张地图 我个人是觉得是一张还算蛮适合营运的一张地图 那可以稍微打断你一下吗 那我们先请你把我们报一下 全部再继续分析好不好 对 好 我们来报一下点位 我们现在药幕上看到 这个是两点钟方向 那这是游一钢田的燕 燕后是蓝色喔蓝色的虫组 好 再来到八点钟方向这个对点 那这是耀岳太阳神的白 是红色喔 红色的虫组 好的 那我们就是请好坏老师继续刚刚的话题 就是这两位滴滴选手的滴滴内战呢 会在张地图上有可能发生些什么事情 对 因为张地图其实三框算是 就像我刚刚讲 其实是相适合营运的地图 尤其是在冲打冲里面 张地图三框的位置 其实算是非常非常容易防守 那如果双方在开局没有任何一方 被对方一波带走的话 那我们进入中期的时候 就是我们常见的 例如说台湾球最常用的是飞躺啦 但其实也很常见的是选择感染或是蟑螂 甚至当张亚的一个组成 那我们都可以选择 其实关键就要看两边 谁能够成功的守住自己的三框 对 那这边的话 其实张地图我是觉得三框也算好守 所以真的来讲 我觉得两边如果能够在前期取得一个优势 先开下自己的一个三框的话 在中后期就会占据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也算是比较主导权的一个地位 好 所以说本你觉得 就是这两个就是白跟伊恩他们都会 往营运的方向去走 不会出像一些前中期的Rush有可能吗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不太可能 因为两边的选手两位啦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偏向走营运路线的 对 那再加上这一个开局 一边确定曼狗开 那我们看到白这边已经是要裸双了 是的 所以就几乎可以确定 不一定啦 因为其实如果你选择双晃开 就算是裸双或是你曼狗开 你一样可以转成为打一波 是的 对 那其实一样是算是 一样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进攻 不过以这两位选手的一个 习性 对 应该还会进入一个中期 我觉得 好的 马上看到就是 伊人也下了自己的二矿 打狗吃快好的时候下了二矿 对 那其实等一下就看一下白这边 我们看到瓦斯先放 还要放下孵化池 非常非常偷 就是走 因为他可能像好坏哥一样 就是他知道 伊人是走一个营运路线的重组 所以我偷一点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不会来打我嘛 对 那其实这样子一个开局 在开场的时候就会取得一个优势 我们讲经济不一定会比较多 但是 因为你的开局是让自己的瓦斯 算是一开始就可以取得 所以其实你的这样子的话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这样子我这样看起来的话 应该会比对方的狗数可能会 早大概快一分钟 差一分钟是蛮多的耶 对 那这样这一段期间其实基本上你就可以取得一个很有力的一个地位啦 就是狗数先好的话可以利用小狗的跑速去做骚扰 而且人家狗还追不到你 对 大概是半分钟到40秒左右 那其实等一下就来看一下现在 好 马上看到白提了狗数了 现在就是伊人是还没有提狗数的迹象 对 因为瓦斯还不够 对 瓦斯慢对方60啊 所以基本上就像我刚刚讲的 已经会慢 大概慢半分钟左右 是 我们看到白生产了两只猴虫 同时生产两只猴虫 它现在总共有多少猴虫 对 两边都是两只 对 那这边放下 喔 净化室 这感觉是像打一个 在初期打一个蟑螂狗的一波吗 这不一定喔 净化室很早放喔 所以这样子其实 好话你也算是预测深准 因为白裸霜开的时候你就说 不要跃落 虽然就是营运 很有可能转成双矿的一波 它现在马上要转成双矿的一波了 对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它的选择啦 因为其实也有可能 它选择竖提它自己的一个 也有可能是异化虫的一个 算是我们有时候会选择提一房 异化虫一房在初期的时候 可以撑过独爆的炸那一下 是 对 那你在初期取得那一房 其实你在无论是在初期的会议上 或是甚至我们进入中会议 我们开出三矿的时候 你多的一房 其实在独爆和异化虫的一个对A当中 你会取得一个不错的一个优势 哇 这边不错 有挡住对方的一个侦察 果然它提了一房 对 选择的是一房 看来是选择的是一房 那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一个选择 但是你有看到白 它生产了还蛮多 为数不少的狗 然后一人这边是下了独爆虫草 独爆虫草快好了 这样待会来看 有可能是一人过来做 就是攻打白吗 有可能 但是感觉起来 一人这个建筑学应该是要做防守 因为目前我这样看起来 它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学 通常来讲采防守 防守会来的比较有力 那我们可以用后虫稍微赌一下 对方必须绕过来 那这边已经升级二本了 好 果然选择的是那 有点危险喔 小心点喔 这边选择爆的是大量的异化虫 对 爆大量的异化虫 白乐利虹还在生产中 生产链板上有20只异化虫 一直在生产当中喔 那现在就过来就是骚扰 喔 这一个双 喔 这一个双就不错 我们上面吸引的注意力 其他流进来 验果断拉弓兵 哇 这个弓兵被卡住 好 它选择挡住自己的后虫 怕后虫被咬掉 是 好 那这边的话 基本上看到二本在提 那这边白的话选择是 继续爆狗白要打一波 对 继续爆狗 然后下了毒暴虫槽 待会你可以看到 就不止小狗 毒暴也会过来 对 关键是那个一防会好 抓准那个一防的timing点 就像我刚刚讲的 毒暴没办法一次炸全部 是 对 那你还有红血的 如果对方有毒暴 就是毒暴虫都死光了 哇 这一个 看到 哇 这个 很尴尬 这个看到应该家里面立刻 应该是全部都要爆狗和毒暴了 这个数量 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看到那个狗海吓死人了 真的是不得了 好 一防马上就要好了 现在看到一人的生产力表上 也是立刻爆了非常大量的狗 想要来防守住这一波 不过 我们白的狗是有一防的 一人狗没有一防 不知道待会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另外 现在直接上看一下操作 能不能上高地 好 赞 不过这样子看起来后面还有毒暴 好 很多很多 但是一人下了蟑螂潮 他是想看能不能即时的生产出蟑螂地盘 他这边因为转非常太久了 他可能会选择直接转账 不过这边我们看一下 又要从这个在刨 这个在操作 我们看一下白这边的一个操作 哇 白的毒暴 好了 那这边的话会换掉吗 能不能 我们可以看 硬点主宝啊 可以看一下就是白 一人损失多少公兵吗 对 这边的话我可以先瞄一下 杀了十只公兵 不过这十只公兵损失并不大 选择转错张了 这一个我觉得刚刚的毒暴炸的算是一个失误 他的毒暴还选 如果毒暴那时候往上走 我们把第四和我们的主宝 其实可以同时炸第四和主宝 可以造成更多损伤 这边又来 这两个妈妈非常尽忠指手 守住门口之外还努力抵挡外物 对 还可以补主宝的血 这边后重占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 算是这边的一个关键啦 我们这边刚刚赌注 总共补了应该是补了两次 两到三次 这样子交换下来 白的人口数剩下48人口 因为人口数反而越来越多 有50人口 对 那这边的话 二矿被炸掉 好 其实我们这样子换下来 大家会觉得二矿换掉 这感觉不知道谁优谁裂 目前我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目前白是优势 白是优势 对 目前白是优势 目前白的经济比较好 不过科技 燕这边是有一个科技上的优势 等一下就看燕这边如何利用它 把蟑螂的提数好之后给对手压力 是 然后现在看到白也在升级主宝 然后因为刚刚那一波 打就是打伤了 燕的二矿 二矿被打掉了 所以白回家之后 马上下了三根定次要做防守 因为他也是怕 燕到时候蟑螂好了 然后提数好了就跑过来了 对 燕一定会反打一波 因为正常来讲 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刚刚那边被打 而且燕这边现在的工兵量 其实刚刚那样被打掉的时候 输对方大概是七到八只 那现在已经输了十几只了 是 所以现在燕必须 把他的蟑螂叫出去 就是打白 不然的话 这个经济越差越多 让白的经济优势扩大之后 对于蟑螂来说 像内战这种东西 差越来越大就没有办法打了 对 没错 那白这边很聪明喔 家里面放他地刺 而且往后扎 这边立刻做一个防守 毒爆一化蟑螂 那 这边很难打喔 看一下燕家里面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 我们看一下 选择留旁边 好 对 毒爆做一个掩护 好 这边如果可以换掉 没有 刚刚毒爆 全部被地刺就是 插掉了 被戳掉了 不过毒爆这边互换掉 那现在 好 站到一个有力的位置 可以 而且毒爆 地刺还没有扎 跟扎好这边 对 蟑螂可以选择好的位置打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算是操作 抓到后面的一个 利用金矿当地形的掩护 点掉后冲上去 直接上去 上高地 上高地发生什么事情 就在上高地的快点 对 利用建筑 利用对方的建筑来卡 没有卡得很好 诶 赶快移动一下 不过这个数量不够了 这个蟑螂应该是要全军覆没了 被小狗狗咬掉了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目前人口是 100 是50人口 1人是53人口 他刚刚损失的是7只蟑螂 是吗 对 损失了大概接近10只 但是其实最主要是 他有成功效果到对方 而且这段期间 烟这边有偷普攻击 所以现在双方的工作单位是差不多的 是 对 所以现在两边的工从数量 已经来到一样了 刚刚本来是有相差 一些些差距的 目前两边工从数已经来到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大家损失的军队单位 交换过两次了吗 这样交换过两次 好话你可以帮我们分析 这样的交换 现在造成的优劣是肥的优势比较大 还是你觉得一般般 其实我觉得这边本来是稍微占据优势 就像我刚刚讲的 最主要的观念其实是现在本来已经开山框 是 那其实我们还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在虫打虫的时候 我们的异化虫的提数占有一个 哦 那这边就来看一下 那这边燕也放下了自己的山框了 是的 所以两边也是开了山框了 所以 收备也是预测升准 预测两位选手应该是打个营运路线 因为山框异于防守 又还蛮好开的 因为其实到了这个时间点 基本上你选择出蟑螂这边 你在进攻打不下对方的时候 那这边其实白很正常 也会选择出蟑螂来做一个防守 那自己有优势的一方 稳稳开出山框是绝对没有意外 那这边其实就是看燕 那燕这边其实也是选择开出山框 他可能觉得 因为刚刚那波试探性的进攻 家里面立刻刷出公兵 他觉得自己的劣势其实没有那么大 哦 对那其实稳稳的开出山框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两边就打一个营运 我都鼓励选手应该要打营运 好 所以你刚刚在楼上跟他们讲了两个小时 就是鼓励他们要打营运这件事吗 没有我们在聊天啦 因为其实我们去参加 尤其是我们参加亚洲杯那最近TPA正行啦 这讲实在话 那个其实 心里有伤害吗 没有我们会觉得其实真的是选手 选手要好好加油啦 是 那当然就希望他们有好表现喔 我就说大家要好好加油 对 好 不要太累我们可以继续回到比赛看一下 这次健常网虫壮烈的牺牲 对石头咬掉 白在咬石头喔 所以白也是打算准备又要再进攻了吗 是的 咬了一人的三框 不过这种大量的蟑螂部队在这边 这时候如果可以绕另外一对狗去攻击主框或恶框的话 应该是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对 因为所有的主力部队都来三框防守了 对其实这个细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以后再来讲溜狗喔 就大部分的选手其实就是 如果我们选择单线进攻真的打到效果不大 是 对一般来讲像我们刚刚把石头那边打掉 我就会觉得 因为自己站到主力主动的一个拳 是 我们站去中间聊天之后 蟑螂可以直接在打石头的时候 蟑螂就可以来到中间了 那我们其实就可以用蟑螂给对手压 给对手三框压力 抑或从溜进去 会来的比较有效果 好 另外现在两边选手都放下橄榄虫草 一样橄榄虫草稍微快来一点 所以待会可以有 比较早会看到橄榄虫喔 像刚刚苏贝讲到 上海去参加亚洲杯 你讲的好像只有你去 我不是跟你们一起去的吗 对 但是就是 没有 我指的是我个人的感想 对 所以其实我就会聊到就是这一块 但其实 因为其实都有去啊 对啊 因为大家应该就只好上周 就是 诶 原班的码都消失 因为我们看到上周五四 因为我们集体资资 没有啦 BIG BOSS跟那个 是BIG BOSS跟BETA 那这边来了 这边其实要讲一下 验这边的营运算做得相当不错 雙方的一个工兵数量验这边 算是数量稍微多一些 人口领先不过 白这边也没有差很多 老师讲两边 现在 喔 这个工兵数领先不少 64只公虫对上58只公虫 对 但是其实人口差不 喔 这边一个 哇 这边一个留蟑螂非常漂亮 数量不多 不过可以成功有效 给予对手压力喔 那这边我们看到验这边 感觉是 有要拉 没有拉正面的部队 这边家里面 应该会补出蟑螂来做防守才对啊 刚刚看到的蟑螂是 犹豫了一会不知道要不要去 他打算现在从白的 这么远的战场回家就的话 这样 这边金矿少采非常多 刚刚才说他工虫已经领先很多 但是这些工虫没有在采矿 对 没有 其实这边要 这边其实真的是 我觉得选手的营运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是 我们在选择做潜压的时候 家里面做出营运 这是我们最常讲的 就是如何做一个进攻的时候 家里面同时做营运 刚刚那个地方就很明显 我们看到 就是部队潜压的时候 家里面没有在做任何生产 導致家里面 这一个蟑螂的空窗期 对方蟑螂进来 他才开始产蟑螂 那个时间点就是完全就是慢 刚欧比给我们看非常恶心的画面 就是看到一堆蟑蟲在呕吐 现在还正在看 还特写了 对 这边 希望大家没有在吃晚餐 我代替欧比向大家道歉 对 现在两边出了感染虫 对 都看到了感染虫 目前我们可以 刚刚就是 手表帮我们稍微讲一下 就是一人跟白 白现在人口 是第一次在游戏中反超 白现在195人口 对上一人的182人口 所以就是白第一次在人口数上领先 对 那这边要发行进攻 基本上人口领先 我们就必须要做点事情 是的 那这边的话 一人是选择转双喷 转出赤蛇 双方配命组成 到目前为止是一样 不过等一下出了赤蛇的 在会战上会取得 如果阵型好的话 是 可能会取得比较好的一个优势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白 要冲了吗 赤蛇需要躲在蟑螂后面 那种蟑螂当它肉盾 来保护它 好 这边上去 大概是赤蛇 赤蛇 对 赤蛇不小心走前面 不过这边 我定了 这个好大一坨 哇 好绿 是的 好绿绿的 哇 这个阵型的拉扯 白怎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开战 我们看到这边的话 刚刚那一个定 他那一把真的定了 好大一把 对 好大一坨绿绿的东西 只有 传说中看到绿光会有性质 对 但是这 在这边看到 通常又表示要被打死了 传说中戴了绿帽子 会人生痛苦 对 那这边直接被做一个反推人口 瞬间掉下来 对 人口真的瞬间掉下来 刚刚那一把下来 人口数马上就变成 一人领先的20人口 对 而且重点是感染虫全部送光 是的 这个阵型的拉扯是非常非常糟糕 刚刚那边就这样讲 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好的位置 怎么会选择从三框 那种窄口的地方往上冲呢 诶 这实在是 诶 这有点可惜喔 那现在这边的话 主动全回到燕这边 那燕的配品组成 现在是拥有一个绝大的一个优势 家里面 甚至在这个时候 他开出四框 那家里面有没有要选择升级三本呢 对 有时候 诶 开出四框 开出四框 两边都在升级盾地 然后 哦 那现在这个 反而现在很尴尬 一人现在要满人口了 已经 一人快要满人口了 所以一人是不是也应该出发了 其实不一定 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可以选择升级三本 是 因为像 我就会建议如果你钱太多的话 对 那一定要记得要升级三本 无论是攻防的一个提升 但是还有重点就是寄生蝗虫啦 哦 对 后期的一个寄生蝗虫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那 这边还在补过来 我觉得 联盟这么多DVZ的内战 就是 以前 前几周爆了就是内战 常常我都 常常都看到是 比较早期就一直在交换 一直在交换 然后 上面有讲说这两款选手 是属于比较 营运跟冷静的选手 嗯 对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边真的就是 走比较大温的 对 开出四框之后下大量地刺 那这个 这个下地刺 应该就是要升三本了 不然来讲 一般来说这个时间点 应该是不会 不会要做防守才对 那 白也开出了自己的四框 好 那要打会战了 你看两边都是满人口的状态 所以 现在我们看到 晏的部队有蟑螂 刺蛇以及感染虫 而白的部队是不是只有 就是只有 蟑螂吗 看一下阵型的拉扯 也是有刺蛇 我们看一下晏这边 好 稍微拉开 没有感染虫 哇 又好大 又好大 哇 这个 又是 又是晏这边取得一个 阵型上的一个绝对优势 基本上这边应该是直接打死了 对 应该是打到白打出了句句 恭喜 EAN赢得了这一回合 所以在 例行赛第19场呢 是由依钢铁人率先拿下了1分 像1比0于耀岳太阳神 由于是KOF的比赛 所以待会呢 由依钢铁人还是有EAN出赛 然后太阳神的选手就是 广告之后我们会再告诉你 不过呢在这边要先请 收费帮我们的简单的讲词 白衣子看起来都好有机会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觉得两次的阵型没有拉扯好 那真理来讲 营运我觉得两边的选手 可能落差没有太大 但是最主要真的是 那个阵型的拉扯 这真的是一个重点 尤其是在会战里面 我们整场比赛这样子打下来 其实我们看到最明显的 就是两次会战 从优势到劣势 然后从劣势到GG 对 这两次就是 刚好就是两次的一个阵型 从你进攻 阵型没摊好 那可能是 我们可以原谅你 因为你是进攻方 对 你防守阵型没摊好 我只想输的是你家的事 这真的是不应该的 这完全是不应该的一件事情 是的 对这就是 等于说自己把自己推入火坑里 对那刚刚这边 其实我是觉得 燕这边的话 当然阵型的拉扯相当不错 不过我是觉得白这边的话 真的是需要针对在后期 你的阵型一个拉扯 是需要好好再做加强的 好的 那我们非常感谢 收贝老师的讲评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精彩的比赛先强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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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